如何观察中国的政治经济与社会发展 世界各国又是如何看待中国的影响力 而两岸间有哪些焦点议题与新闻事件 深入解析多面向的透视中国 欢迎收听这样看中国 各位听众你好 我是主持人林廷辉 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台 这样看中国节目林廷辉时间 我们节目要谈的主题是有关于 近期的南海中美军机对峙问题 为你要访到的是南华大学的苏国祥孙老师 孙老师也是国内著名的南海研究学者 我们在12月底的时候看到一个非常 骇人经文的一个消息 当然2001年也曾经发生过 中美在南海上空的EP3的军机插撞事件 在这一次感觉好像又差一点要发生 类似的同样的一个事件 一样的也是有美国的一架 RCE-135的这个侦察机 然后在南海上空 但是媒体并没有确切指明说 到底是在南海的哪一个上空 那遇到了中国的坚实战机了 那在这种对峙之下 双方的这个差距仅仅到达三公尺到六公尺之间 这个对美国来讲的话 他就是说这是一个不专业的这样的一个飞行的这样的一个技术 那其实说明了就是说中国你是刻意的来干扰我的这种侦察作为 但对中国方面来讲的话 就是你美国就是来我南海侦察这个动作 就已经是触犯了就是我的相关的权利 对于这件事情来看 你有没有什么小道消息可以当下到 到底是在哪个地方发生的事情 因为更加传出在12月的时候 中国也刻意的在某些岛礁上面 好像企图想要进行填海造入 比如说像牛二礁啊 铁线礁啊 或者是阳性沙洲啊 或者是像这个在菲律宾中叶岛附近的一些地方 那也有一种传闻出来就说 山东建好像是在南海进行军演 这个RCE13我事实上是要去看山东建的 那各种传闻全部都有 到底是什么原因 让双方有这样的一个可能一个对峙情况出现 然后我们就再回顾一下历史 在去年的大概这个年中的时候 就是五六月的时候 事实上也有一架这个澳洲的海神侦察机 也是一样 同样的被这个中国呢 释放那个我们讲说那个线条还是什么东西的 就是来干扰他的一个整个侦察作业 那中国难道有这么多的不可为人知的一些东西 怕被人家看到吗 或是被人家听到吗 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这一次这个对峙事件 而且这个对峙事件又是在拜习会之后 双方来讲的话那个军事热线机制 以往我们就知道说EP3事件之后 就是中美建构了很多的军事热线的机制 那一直到现在来讲 这些到底还存不存在 那中美之间是不是有可能会爆发 什么样的一个冲突 而这个冲突是不是真的就可能在南海出现 是那个首先跟主持人报告 我们有小道消息 原因就是各位听众朋友也都知道了 目前的这个持续的南海紧张情势 其实说实在的有一些这个周边的 这个不管是南海深所国或者是中国的朋友 其实有的时候他们也没有小道消息了 那原因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听到他们所讲的 他们也是从一些类似军方啊 或者是他国的军方问他们一些事情 来探听一些他们所知道 希望他们知道他们本国军方的事情 但事实上他们也跟自己本国的军方 并不是这么清楚 那不过就是主持人所说的这个南海 最近的一次这种军机的这种接近事件 的确是很重要啦 那这种很重要我们要回顾 像主持人刚刚所说的2001年4月1号 所发生的南海的这种撞击事件 那这一次的南海撞击事件 我所知道的中国类似就是解放军的 他们的思考是非常关注的 那也就是说中国的解放军 他们基本上是会把每一次跟 美国在世界各地的摩擦事件作为一种教训 然后来思考怎么样解决这个问题 那所以2001年的是一次事件 然后因此呢我们看到这次的是后见之谜 我们看到的是美国会在这个时间点发布 或者是为什么会发布当然是一个非常重要 那换言之就是说其实传统上中国是不会发布任何这些讯息的 但是这次比较特别的是美国发布完一个很短的这个接近的影片之后呢 中国解放军其实也发布了从歼10拍摄的一段 也是才差不多30多秒的影片 那换言之我们其实从这个这么短的这个影片当中 说实在我们真的看不出来是谁对谁错了 那我们也基本上没有航道的轨迹图 那但是双方都指责对方其实有改变航线 那当然我们在知道在空中这么快速的这个行动当中改变 这个稍微改变一点方向其实都是非常危险的事情 那不过呢就像我们所看到的最重要是 并没有发生任何的这个最后的结果 那但是这种情况我们可能可以说可能已经有很多次 那因此美国才发表了这一次 那这也代表的是未来可能还是会持续这样做 那这种持续这样做它又牵涉到美国的印太战略 当初川普总统是说要把中国在南海的扩张 把它压回去把它打回去 那这种打回去其实就包含了像是这些 侦察机的这个例行性的活动 持续的活动或者是在有争议导礁的上空进行的活动 那但是中国大陆的这种所谓的拒止行动 似乎也不断的在进行 那这种进行就变成目前我们看到的情况了 不过刚刚主持人有说 其实美中之间有类似的这些海上热线 或者这种各种热线机制 基本上它们都还是存在的 只不过就像我们知道 其实是美国每次打电话给中国 中国都不接 换言之 这些热线其实已经很冷了一段时间了 我们也是我们也打电话 我们海基会也打电话到对岸海基会 也是对方有打通但是没有人接 是的 那换言之就是就像是主持人所说的 它又涉及到一个最根本的问题 就是中国大陆对这些这个机制 其实它还是用传统中国方式思维在进行 而不是像是西方的思维方式 就是说建立热线建立电话 其实就是要进行沟通的 换言之沟通才是最重要 但是它如果不想沟通 说实在的建构任何的这个 再多的热线可能也都没有办法 是我觉得可能不是要用打电话 应该是用传真了 因为传真直接把它写上面 直接传过去就告诉你 我想要表达什么意思 是的 不用就等你接电话 因为我觉得我们以前在涉及到 跟两岸事务的时候 也是常常突然莫名其妙 要收到对岸来的传真了 他也不会打电话给你 他也突然间传真的一个邀请函给你 然后看你要不要去 然后你才会跟他联络 那如果你没有跟他联络的话 他也是不管你了 反正他就是传传看这样 是的 传真比较有效吧 开玩笑了 但是事实上看得出来 双方的这种紧张对峙的局面 还是没办法化解 但是我们知道说最近来讲 其实这一两年内 应该说南海的事物应该没有像过往那么紧张 在过去来讲 在2012年黄领导事件之后 其实是有一段时间是还趋于比较紧张的 那我们也常常一直在关注到越南跟菲律宾的一些动态 还有包含马来西亚 那最近一月初的时候 菲律宾的小马可市总统 有办法到北京去访问了 然后我们看到了习近平在20大之后 他连任了第三任的总书记之后 第一个到访的是越南的这个国家主席 总书记嘛 那就看出来就是说这两个很重要的南海深所国 对中国来讲的话 好像似乎也有某些部分是有求于中国的 那即便是过往杜特帝总统在位的时候 这个所谓的中非的合作开发 可能不是共同开发 合作开发的概念 一直没办法落实下去的时候 但是也有人传说小马可市基本上也不是那么亲中 他跟美国之间的关系还不错 美国可能也会运用菲律宾的一些军事基地 那你觉得接下来会怎么发展的 这个起要怎么下呢 再来一件事情 就是刚刚我提到了中国填海造路这些动作 事实上都已经违反了南海各方行为宣言当中 乃至于说现在谈判的准则当中 维持现状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概念 那像这样的一个发展继续下去来讲 感觉好像中国就是 就是感觉好像是逐渐的 看到你东南亚国家也没有任何的反扑作为 我就反正继续做 我继续做填海造路 我继续派我的海上民兵 然后继续做这些事情 那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的确就是我们可以看到 在南海的问题上面 中国是用所谓的灰色地带战略 或者是混合战的这些策略 也就是我们一般会认为 像混合战是传统俄罗斯对乌克兰 特别是对乌克兰或者是克里尼亚的一个思考 所以一般认为这个是陆地上的混合战的一个样板 那海上的混合战或者是灰色地带战略的样板 其实就是南海 那这个南海的情况当然就像主持人刚刚所说的 有好多的变相 好多的因素不断在彰显 那但是我们假设回顾一下 就是刚刚主持人所说的 在牛二郊我们看到中国大陆的这种 已经是刚制的这些渔船 在牛二郊附近集结的时候 其实中国大陆在训练 在磨练一种它的战术 这个战术我可以简单的说一下 就是说中国大陆虽然有所谓的东海舰队 有南海舰队 那东海舰队有东海的海军的 有海警的中国海警 那但是中国的像是举列人 它是隶属于东海的海警 它其实是可以去南海执行任务的 南海的隶属于南海的海警船 它也可以去东海钓鱼台去执行任务的 那但是传统上面 他们海上民兵 举列人这个檀门镇的海上民兵 它其实就是主要就是南海 那换言之浙江的海上民兵 它是负责的就是钓鱼台 也就是说他们是有区隔性的 那但是牛二郊的情况 就是第一次中国在练兵 其实是海上民兵也可以跨区来进行运作 所以你从船上面的这个悬号 编号其实可以找到到底哪些是从别的地方来 是的 所以这个变成是 对没错 因为在南海的时候 常常有时候会发现到 中国海警的北海分局的船 或者是东海分局的船 但是似乎是 海军跟海警都可以跨区 但是海上民兵传统上没有 但是现在就变成说南海来讲的话 或许有必须要北方来进行支援的概念了 是的 也就是它是全面操作 不一定是应对南海 就是说它是中国大陆在试图操作一种全面性的 就是隶属于南海的海上民兵 可以去黄海 东海都可以 东海的可以来南海 去渤海都可以 黄海都可以 照道理讲 如果是北方的 或是东海部分的相关的民兵 如果要南下的话 势必台湾应该都非常清楚才对 因为它的民兵船往南走 势必应该经过台湾海峡 或者经过台湾的东部海域 不过就像我们一般所说的 因为这些民兵船本身它是渔船 换言之就说 除非我们要监督很详细的渔船 所以就会像是这个 您也知道像是这个北京大学 为什么会专门去监督越南的每一艘渔船 那它之所以会要求去 透过GIS去监督这个 每一艘渔船 因为它是假设 这些渔船可能都是民兵船 是是是 就我所知我们也有资料库 就是在专门收集民兵船的本身来讲 只要你有出现过 你只要有出现过一些民兵的一些任务的话 基本上都会入资料库的 所以这艘船就被盯上了意思了 越南本身有很庞大的中国的海上民兵资料库 有各式各样船子 有一次他们还提到说 有一艘船是中国的民兵船 但是它是假冒台湾渔船的身份 也就是说它的样型像是台湾船 但是其实这个是中国的民兵船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越南它对于中国民兵船的分类 它其实还有做分类 其实也分得很细 但是我们刚刚之所以讲 那个牛二胶其实都是最新版本的 也就是说之前的分类都还没有那个牛二胶 我有针对这个事情有曾经问过越南说 其实你们民兵船也不少于这个中国的民兵船 那节目进行到这里先休息一下 这里是专公报电台的《这样看中国》节目 节目稍微回来 从两岸国际、历史、文化与财经等角度透视中国的《这样看中国》节目 每周一到周五晚间9点30分到10点 在中央广播电台播出 如果你对《这样看中国》节目 有任何收听想法或意见 欢迎寄信到台北市北安路55号 也可以透过电子邮件的方式 节目有两个信箱 2020.rti.org.tw 或是2020.0203.news.gmail.com 再次谢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与支持 请持续锁定 每周一到周五晚间9点30分到10点播出的《这样看中国》节目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恭喜 我是蔡英文 今年有十天年假 年假期间天气较冷 车潮也多 提醒大家 无论是回家团圆或出门旅游 请多留意气象资讯和交通路况 我们一起平安愉快 过好年 新的一年 让我们继续团结努力 让国家更加繁荣发展 祝福大家新年快乐 初年新大运 各位乡亲 大家新年恭喜 我是赖清德 在新的一年 诚恳祝福大家 事业成功 合家平安顺利 兔年行大运 各位听众你好 我是主持人林林辉 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台 这样看中国节目 您请问时间了 为你讨论到的是有关于 最近的南海的中美军机的对峙事件 为你要访到的是 南华大学的孙国祥孙老师 到我们现场 我们继续请教国祥老师 对于菲律宾总统小马可士到北京 你有评估是不是 也是在探求寻求 双方能够去南海进行开发的 或者是比如在里乐滩 进行这样的一个 合作开发的一个事件 是不是能够延续杜特地 那时候的一个倡议 或者是说 基本上还是你是悲观的 因为菲律宾的宪法的规定 然后在内部来讲 分歧非常大 另外来讲就是越南 越南这一个 当然也除了不止南海问题以外 中越之间的这种 其实越南它是一个 美国印太战略之下的一个受益者 其实那么多的厂商 跑到越南去 但是中国也在阻挠 万安滩的一些相关的一些开发 越南也非常之头痛 常常也引入一些势力来对付中国 那就是说对于飞越这两个国家来讲 他们是不是还是会跟中国进行这种 扣头外交呢 或者是说他们其实也都在采取两手策略呢 那接下来南海部分 有没有可能会有这种开发 合作开发的可能性呢 那另外一个问题就是 以前当时在981事件的时候呢 那中建岛南方的这个981事件 当时这个中国解放军 当时记得好像是 他在美国访问的时候提到一句话说 中国这一口井一定要打出来 但是后来还是没有打出来 接下来会不会可能中国这一口井 真的是在这几年内会打出来的可能性呢 你怎么评估了 主持人其实对南海问题都非常深入 所以刚刚的问题其实都是非常这个敏感跟尖锐的 就是每一个都非常的敏感跟尖锐 那当然就是当初中共解放军之所以 这么一样的大声说要在 特别是在万安滩附近要打一口井 当然是涉及到就是当时的这个 中国的国家海洋局 其实已经划出了这个探勘区块 那换之他也向国际希望能够外包 对开国际标 中海有对外公告的一个国际标 是的 有一个区块就在那边没有错 对那这些区块当初解放军似乎 特别是在跟美国 这个跟越南在这个呛吓的时候 就是有提到了 不过后来就我所知 中国大陆政策稍微有点改变 他的改变就是其实要在习近平第二任内 要把第一桶在南海所钻刊的石油运回中国 就算是习近平的一个连任的这个胜利 原因是邓小平所讲主权在我共同开发 但是习近平一直想证明一件事情 主权在我我可以尽量做到 因为我填海造岛 那共同开发我一定要超越邓小平 也就是说邓小平讲了这个原理原则 但是他自己做不到 这个原理原则能够做到的是我习近平 所以当初习近平一直很想在共同开发上面拿到一桶油 那这桶油当然就像是我们可以看到他们有来试探台湾 那这个其实主持人也知道就是太平岛可不可以两岸共同 那其实也是包含那个所谓的南海第一桶油里面 然后就是万岸潭 在那个大的战略之下 是的 整个南海 那另外一块的话就是主持人刚刚所提到的就是里乐滩了 那里乐滩跟菲律宾能够共同开发 其实也是第一桶油回去 这个是习近平第二任内一些他的军师们也为他思考的一些问题 那但是基本上只有回去的 勉强说如果在南海真的有油气回中国的话 还是有的啦 那主要就是在立湾啦 那立湾油田其实是在香港跟东沙附近啦 那也就是说其实中国是希望在比较敏感的地方 而不是希望在他本身就是管辖范围里面啦 那所以在立湾像是一之一的这个油田是的确有开发出来 那但是这个是已经非常靠近香港的部分了 那广义的南海的其中的部分 那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这次的小马可市去访问中国 或者是当初这个卵附众去访问中国 我们都可以看到就是菲律宾跟越南 他在整个美中之间是两面下注的这个筹码都越来越高 也就是说他们两个国家的筹码都越放越高 那这种越放越高的情况当然也代表的是 美国跟中国所放的筹码他们也不断的在看 那这种在看情况我们必须说啦 其实东协像是这个东乃亚研究所就是新加坡东乃亚研究所 他每年都有去访问这个调查 就是东乃亚人民或者是一些契约团体 对美国跟中国影响力的评估 我们可以看到可能从这个2000 2010年之后其实中国都是在东乃亚地区是影响力最高的国家 那说实在这份的民意调查其实还蛮均衡的啦 还算是蛮这个平衡的这种报道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越南跟这个菲律宾其实都在看待的是 美国在印太地区的筹码究竟提的是多高 以及他们在衡量中国所进行的筹码 所以小马克思在访问北京之前 其实他曾经在马尼拉曾经讲过 假设在他就任之后 菲律宾没有办法跟中国开发 共同开发油田的话在海上油田的话 他就决定要自己开发了 那他这句话当然说实在也是讲给北京听的 那换言之北京这一次在部分的程度在回应 也就是说似乎他们在思考一个更弹性的方式啦 那这种弹性的方式 中国用什么样的方式来进行 举例而言假设是中国的厂商 但是来进行的这个却是李乐滩的这个开采 而不是用这种很严格的 举例而言 五五分 七三分 六四分的方式来界定那个原先的思考 就是李乐滩 因为他就会变成菲律宾的宪法 是没有办法通过的 那其实在小马克思也是同样的问题啦 那因此是不是可以透过类似像是 由中海游来进行在李乐滩的开发 中海游是比较是以商业的性质来方式 我个人其实纯粹是猜想 就说他们可能还在进行更细腻的 更细部的就是 并不违反双方各自深所的情况底下 能够进行这个李乐滩的这个开采 原因就像主持人也知道 其实地底的地震测试 其实当初是三方地震测试 其实早就都做完了 那换言之就说 其实这些地底下是真的有油气的 而是可以进行开发 它比较不像是我们太平岛 是其实是我们之前中游就做过 其实是真的没有油气啦 其实也就是南海的周边 比较是具有这种油气的情况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就是 越南跟这个菲律宾 我们可以看到就是习近平下的筹码 都也下的越来越高 那换言之如果美国没有平行的 在下这些筹码 其实对这些国家而言都会 非常清楚的理解了 那这些也是我们必须要不断提醒 美国朋友要注意的 就是说他们都非常清楚的了解 就是说你筹码下的多下的少 急不及时有没有效率的下下来 以及未来有没有愿景 会不会换了这个共和党的政府 或者不同政府会持续的下 其实这些国家都看在眼里 那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可以说 习近平为什么敢去向美国 这个这么大声 其实他也抓住了一些开发中国家的心声 这些开发中国家心声就是 其实他也是一个国家 其他国家有的基础设施 他也要有 那但是就是说 不要对他的这个说三道四 就是说他的这个内政说三道四 而直接就是说 如果有经费进来 有资源进来 就直接进来吧 是 我比较好奇一点 就是继续请教孙老师 就是菲律宾他本身来讲 他现在在南海当中 在南沙当中最大的岛礁 就是中叶岛 中叶岛上面有机场跑道 那但是因为受到中国的干扰 他其实要去做进一步的修复 或者是强化他的一个填海造路也好 或者是说他的机场跑道设施 或者是军事相关的设施 都会受到中国民兵的阻挠 是 但是他一方面又要去跟中国寻求这种 比如说石油方面的合作 人员方面的合作 这会不会是一个 就是说两边来讲的话 是一个非常矛盾的一个现象出现 那这种矛盾现象出现 在菲律宾的眼中看起来 他怎么去解决这种矛盾 因为你一方面来讲 欺负我的是中国 但是你现在跟我合作的也是中国 那现在对菲律宾来讲的话 他怎么去处理这个问题呢 那我就想到说 是不是他未来有没有可能 加大力度跟美国的一个合作 那把美国当作一个他谈判的筹码 比如说未来是不是有可能重启 苏比克湾海军基地 或者是克拉克空军基地 或者是说再强化 因为看这一次这个贺锦利 他也到了菲律宾访问 那也跟菲律宾的这个新总统 也有一些洽谈 那这些东西来讲 这个是不是菲律宾也在 当然你刚才提到两手策略 但是这两手策略 似乎到底哪一个是他最重要的 能源开发还是中叶岛的 这个他的维护 还是说在整体来讲 跟美国的联盟关系 是因为就像主持人所说的 其实我们现在看到的是 美中战略竞争了 美中战略竞争就牵涉出来 地缘政治的问题 我发现是地缘政治是以前 我们年轻的时候讨论的 没有想到在这个冷战 这个过了这么之后 这么久之后又出现了 那但是地缘政治 现在新的情势是地缘经济 那也就是说 各个国家都会用外部来思考 他的地缘政治的这个角色 但是呢 他却要发展地缘经济 他要快速的发展地缘经济 在地缘政治的这种 不清不楚的 未来的这个前景当中 巩固自己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不管是越南或者是菲律宾 我们可以看到 他都是在进行地缘经济的思考 那也就是说 中叶岛是他地缘政治的某一个筹码 但是呢 他可以做切割 这个切割就是 他如何在像中叶岛的这个运作 或者能够控管的过程当中 让他的地缘经济能够快速的发展 那可能变成这个时代 每一个国家思考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所以回过头来 我们台湾太平岛 你觉得未来台湾的南海政策 应该要怎么推动会比较好一点 当然就是 在地缘政治跟地缘经济的这个架构思考之下 当然我们的最大问题可能还是就是 这个必须要放手在这个太平岛的一些基础设施的建设 那换言之就说 我们绝对要会利用这个太平岛变成一个地缘政治的筹码 而不是我们变成是一个负担或者是累赘 那换言之 这个地缘政治这个变动的过程当中 怎么样把台湾的地缘经济能够持续的巩固 或者是更延伸 可能是我们这个高层必须要特别思考的问题 好的那以上就是今天中央广播电台 这样看中国 今天节目探讨的主题是 中美南海的军机对峙事件的 为你要访到的是南华大学的苏果祥苏老师 我是主持人林廷辉